公元前124年春 魏清率领大军奔袭了六七百里 进入匈奴的腹地 大摆了匈奴的右先王 战后 魏清被封为大将军 统领全军 一致查蝉鱼 当然不甘心右先王的失败 同年的秋天 他就派出万鱼骑兵 再次袭击代军 代军的都尉朱英被杀 千语鞭民被掳走 汉武帝受到消息后大怒 决定再次出兵 这次的目标便是匈奴的蝉鱼主力 公元前123年春 魏清率领大军从定乡出发 驻军于长城之外 定乡郡的治所 在今天内蒙古 和林格尔县西北的土城紫乡 随同魏清出征的将领还有 中将军公孙敖 左将军公孙赫 右将军苏建 强弩将军李举 前将军赵信 后将军李广 李广是这些将领里 唯一一个没有被封侯的 同时 汉武帝还派张倩为向导 也随军出征 另外 还有个不起眼的校尉 也在此次的大军之中 这是他首次参战 本打算是出来历练一下的 他就是魏清的外甥 霍去兵 汉朝的大军出征了 首要的目标 就是要找到匈奴的主力 匈奴不像汉朝 有坚固的城池 和固定的住所 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随着水草而随处迁徙的 匈奴的军队也是 蝉鱼走到哪里 哪里便是王庭 于是 魏清就让各位将领 率领着本部人马出征 去寻找蝉鱼的主力 并且严令各部 出赛不得超过百里 半个月后 必须全部返回 半个月的时间里 各路人马均有斩获 共兼敌数千人 然后便返回了大营 但是 他们遇到的都只是 漠南匈奴的小部落 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 一个月后 魏清再次派出将领们北上 这次是以大漠为界 进行搜索 但是 依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 再次攻破匈奴的多个小部落 斩首和掳获了万余人 如此大规模的出兵 蝉鱼必定有所防备 于是 魏清打算派出一小股清骑兵 前去侦察 派去侦察的是 赵信和苏建 他们两人的大军 有两万余人 但他们将大部分的人马 都留在了后方 只率领了三千清骑前往 这样 既可以灵活快捷的行动 如果遇到了匈奴的主力 也可以快速地撤退 回来报信 然而 他们这次 却真的遇到了 伊智查缠鱼的主力 可悲的是 伊智查也早已知道了 他们的行踪 正率领着三万大军 提前不好镇 等待着他们 就这样 赵信和苏建 率领三千人马 钻进了匈奴 缠鱼的包围圈 双方厮杀了一日后 因为敌我学术太大 汉军的三千人 实在是难以支撑 见汉军败局已定 缠鱼便开始右翔 赵信以前 本来就是匈奴的小王 战败后投降的汉朝 所以 他对投降匈奴 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便率领着800名骑兵 投降了匈奴 这样一来 就只剩下了苏建的一支孤军 苏建就更难以支撑了 只身一人逃了回来 但逃跑途中 他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 原来 后军听说前方战败 赵信还投降了 于是 军中便开始大乱 赵信的部下 很多都是投降过来的匈奴人 所以 听说赵信投降后 他们也准备去找匈奴投降 幸好有一个名叫孟乙的汉军骑士 及时砍杀了几个带头的 才总算稳定局势 将队伍给带了回来 战后 孟乙被封为了关内侯 苏建的队伍则基本都是汉人 听说前方战败 苏建又不知所踪 于是 也及时地撤了回来 苏建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 就直接逃回了贵青的大营 这一战 可谓是损失惨重 就在众人都郁闷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发现 此时的军中 有一批人已经不见了 此人便是霍居病 霍居病是魏京的外甥 关于他的身世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介绍过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 这里就不再追溯了 他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 汉武帝很喜欢他 就想重点培养 汉武帝让他学习孙子兵法 但是霍居病认为 战场上最重要的 就是随机应变 照搬别人的东西 太过死板 没什么用 所以他压根就不学 所以在古今中脉 不学兵法 而成为名将的 或许也就太毅然了吧 这一年 霍居病只有十八岁 还是虚岁 汉武帝想让他 跟着舅舅魏清 出去历练一下 于是 就封他为飘摇校尉 跟随大军出征了 魏清对他没什么要求 也没给他安排 具体的作战任务 于是他就带领着八百人 脱离了大军 独自去寻找战机了 他的部下 大多都是匈奴的降组 有四位军侯 分别是高布什 蒲多 行山 徐自为 每人率领两个百夫长 和二百名骑兵 经过商议 他们决定前往 浮阳巨山 去寻找战机 那里 就是我们上期讲过的 魏清 大败又贤王的地方 经过数日的奔袭 他们来到了 浮阳巨山的山坡上 在这里 他们截杀了一位 老年的赤猴 通过对这名赤猴的分析 获取并推断 介若猴就在附近 原因是 介若猴是 末独产于最小的弟弟 属于 医治茶产于老祖宗辈的 匈奴人的风俗 是众少青老 所有的饮食和衣物等 都是先给年轻人 有剩余的 才能分配给老年人 因此 匈奴的很多老年人 都是食不果腹的 介若猴已经年近七十 无法继续冲锋陷阵 只能负责给大军 运送粮草自重 他能体恤老人 很多老人也就起来投奔他 所以 通过这名老年赤猴 获取并推断出 介若猴一定就在附近 经过几日的搜索 他们终于在一个湖边 发现了介若猴的运粮大军 但他们没有立即出击 而是用牛皮包住马蹄 用笼子套住马嘴 静静地隐藏了起来 夜幕降临后 霍取并便率领着 他的八百勇士 一马当先冲入敌营 开始大肆地砍杀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锋 匈奴士兵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 介若猴本人在混战中被杀 医治查缠鱼的叔父 军臣缠鱼时期的右贤王罗姑比 被俘虏 还有匈奴的相国和当户等一众高官 也全部被杀或被俘虏 此一战 获取并只用了八百人 兼敌两千零二十八人 同时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资重 能带走的全部带走 带不走的一把大火全部烧掉 至此 漠南之战结束 这场战役并没有达到歼灭蝉鱼主力的目标 虽然杀敌万鱼 但是自身的损失也比较大 还有一员大将探讨了匈奴 所以回到长安后 对于主将魏清 汉武帝只是象征性地给赏资了千金 而此战中功劳最大的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祸取病了 他长途奔袭 找准战机 果断出击 尖敌数量远超自身的兵力是妥妥的大胜 于是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 十亿一千六百户 就这样 他和他的舅舅魏清一样 也是一战封侯 同时 他也以不凡的战绩向世人宣告 大汉王朝最耀眼的一代名将 已经是横空出世了 另一个功劳最大的便是张谦 因为他的引导得当 使汉朝的主力大军第一次深入到匈奴的大漠 而且还没有缺草断水立了大功 于是 汉武帝封他为伯望侯 有奖就有罚 此战中 损失最大的当然就是赵信和苏健了 苏健之身一人逃回魏清的大营后 很多人都建议魏清杀了苏健 以戍军威 但魏清说 我是外戚领军 还有必要用杀将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吗 于是 他就把苏健带回长安 交给了汉武帝发落 汉武帝定他为死罪 不过最后 苏健又是用钱买了一条命 而跟他一起出战的赵信 投降匈奴后 医治查缠于对他非常的器重 不仅封他为自私王 还把自己的姐姐也嫁给了他 他因为在汉朝多年 非常了解汉朝 以及汉武帝接下来的战略 所以 他建议蝉瑜 要想对抗汉朝 最好的办法就是诱敌深入 等到汉军远道而来 人匹马伐 粮草供应不上之时 再发起攻击 则可彻底击垮汉军 为了能达到这个效果 他建议蝉瑜 将王廷从漠南前往漠北 医治查蝉瑜 听从了他的建议 当即就率领大军北上 将王廷前往了漠北草原 可是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建议 却间接地成就了祸区病 风狼居须的壮举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